然后紧接着咱们来说一下 关于审计抽样的适用 因为我们毕竟呢 要拿过来用在审计当中 那是否都好用啊 每个的测试都能用抽样吗 不一定对吧 所以我们得说一下它的适用 它的运用的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 选取测试项目这个方法的区别 够押减测试项目 百分之百检查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知道区别了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使用了 于是一个咱们知道测试范围不同 再一个那些项目选取的时候 被选取的时候概率不同 此外评价的目的不同 这么三个方面 分别来看一下 那首先咱们来说 我们这个测试范围不一样 审计抽样 我们测试的是从 与相关的 能满足我们审计目标的 这个总体中选取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来做测试程序 那选特定项目也一样 是低于百分之百的 那么咱们不能说他俩去比较 跟谁比较 跟百分之百检查那个 这对总体做百分之百测试 全查这块 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他是百分之百要检查 抽样的是低于百分之百的 所以范围不一样 这一个 那再有呢 选取项目的概率不同 那这两个是什么呢 抽样和选项项目 抽样里面要求 所有的抽样单元 必须有被选取成为 样本的机会 不能有偏向 你不能去挑只有某一特征项目 那就不叫抽样了 而选特定项目 他就很明确了 这满足特定项目的要求的 他才可以被选中 不满足要求的 不会被选中 所以这样的话呢 选特定项目和抽样这一块 选取项目概率不一样 此外呢 就是注意评价目的不一样 抽样我的目的 并不是要评价样本结果 而是根据样本结果 对总体得结论 那样本结果 他要得结论 但最终目的是对总体得结论 那刚才咱们说了 百分之百检查 也能对总体得结论 而选特定项目呢 没办法对总体得结论 他只能对特定项目得结论 所以这是咱们说 抽样 选取呢 这个特定项目和 百分之百检查 全查 他们的几种区别 一定是两两比较啊 那么在这里 咱们要举个例子啊 这个也要注意 那因为这个后面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注意事 选了几笔交易 追查这几笔交易 在被人单位 快信用中的运行轨迹 来获得对被人单位内部控制的一个总体了解 但并不是要评价这类交易的特征 就是我们想知道 这个被人单位内控 他有一个运行要求对吧 那是否 都有执行了这个要求了 那我们就一般就这样 选几笔交易测试一下 我们并不是想评价这几笔交易 代表的这一类交易总体特征什么呀 那这个就不是抽样 那这个叫什么呢 到我们第四篇会讲到 一般我们把它叫穿行测试 其实这就是对内控的一个总体的了解情况 你们的设计呀 执行情况 那你设计了 然后是不是按这执行呢 看几笔交易就能证明了 有没有执行 那这个要注意 这也不是抽样 这并不抽样 当然呢 咱们也说了 对于使用抽样 也可以与其他的选举测试项目化结合进行 那咱们其实前面讲过 我们呢选取特定项目 加抽样可以合选于用 然后我们来说 审计抽样 审计抽样呢 有很重要一点 它又能推断总体 那所选出项目 就有样本的代表性 能够代表整个总体特征 所以这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掌握 所以代表性 指的是在一个既定的风言水平下 我们主要是根据样本得到结论 与对整个总体实施的和样本相同的审计程序 得出的结论 类似 它不要去样 说很类似了 那就有代表性 那这个要注意 就是一种我们是拿样本 推断的 一种呢就是 我们所有的所有的都拿过来查一遍 方法是一样的方法 就检查方法都一样的情况下 那样本推断结论和总体都查一遍结论 基本类似 八九不离十 那就充分说明样本就有代表性 这叫代表性的问题 那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要用抽样的话 那从抽样总体中 我们所选出样本有代表性的话 我们才能够根据样本项目测试结果 突然出有关总体结论 所以一定要有代表性的 一定要有代表性 那一说代表呢 咱们就知道了 就是什么呢 那每年我们都听到 我们的一些的政议委员 人大代表啊 这类的他会有提案 有这种提案 那这个你要注意 他们是有代表性的 有人说不对啊 我感觉好像没有代表我的利益啊 那接着要注意啊 他是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 你看他是哪一个群体的代表就行了 你是这个群体 你要关注 他代表是否说出整个群体的心声了 不是说某一个体的心声 他说如果说出群体的心声了 那基本上这个想法 那好了 那好了 那就说明有代表性 这个代表就起了一股作用了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注意 咱们强调一点 样本有代表性 咱们只说类似 并不意味着啊 根据样本测试结果 推断的错报 一头总理错报 完全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不现实 那类似就行了 那有时候 那怎么保证样本 它有代表性呢 只要选样的时候 样本选取时 是没有偏向性的 这个样本通常就有代表性 举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吧 比如说啊 咱们在读书期间 多时期间呢 我们都有学生代表 上来发言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将来会感觉 这学生代表啊 不能代表我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学生代表 他肯定是我们的学生中议员 他为什么不能代表我们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学生代表 往往都是老师指定的 校方指定的 包括他发言的内容 也经过审核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不能代表我们学生 对吧 但如果是 随机选的 所以我们在这班级里 随机选 班级的人多一点啊 说假定我这班级里 有五十几个学生 我作为老师 有几种学习方法 第一种 看着大家 你看张三李四 你俩作为学生代表 为什么 这两个学习好 品学兼优 由你俩来代表 那这是我指定的 有 偏向性费吧 选特定了 这一种 还有一种呢 盲选 走盲选 咱们展定啊 说五十六个学生 怎么抓究 我也不知道谁谁谁 咱们这要把学号 写进来嘛 抓究 闭眼抓究 盲选 任意抓住三个了 那好了 一般说我要随机选三个 你们仨来代表张班 那一般我们就认为 具有代表性 一般就认为有代表性 为什么 盲选我没有指定 那至于说我在这里面 如果抓究 抓到学义好的 那这个也没办法 抓学义不好的 那这也没办法 因为咱们说好的规则 那在这里面 我们强调就是什么 选取是无偏向性的 那么一般 我们就认为它有代表性 通常不是绝对的 但多数情况下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个样本的代表性的 营养因素 这个需要大家掌握 因为呢 我们得知道 这个样本有代表性 才能够用它来测试证明 这里面有没有重要错报 推断总体 那么它的营养因素 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有这么几方面啊 那么 一个是相关的 一个是不相关的 那首先 样本代表性的营养因素 它是否就有代表性 整个样本 而不是样本中的单个项目 对吧 整个样本 它能够代表 而不是某一个项目能够代表 比如说我们呢 再要选60个 选60的啊 就整个样本是60的 那只要这60个 我随机选出来 那它就有代表性 不因为这60中某一个 某一个 那说哎呀 这个这一个是属于那种 我所喜欢的结果 我所不喜欢结果 然后就说 它不具有代表性 那不能这么说 那么原来这意思吧 只要我随机选出来的 那么这个单个项目 它的什么结果 不会影响 它代表性 单个项目的 那整体都是随机选出来的 那像我刚才说的 我随机选了三个学生 作为整个班的代表 我随机选的 那这里可能就是有 一个学习好的 你说老师的学习好 他不那不能代表 你不能因为这样 因为我随机选 那我说是不是三个 咱们都随机来 随机来的 行了 这三个整体上 就有相关的 整体上就有代表性 那再有呢 就是我们选取样本的模式 而不是样本规模 那如果是随机选的 选样方式 是随机的 无偏性的选举的 那我们认为 它就有代表性 而样本规模 这个 是不相关的 如果这样本规模 假定是六十个 就可以了 那你说这六十个 或者七十个 或八十个 就具有代表性吗 如果不是按照 那无偏性性的选取的 我选八十个 我选九十个 这规模是大的 它一定有代表性吗 不一定 对吧 所以它是不相关因素 它是不相关的 比如说我指定的 我有意识偏向性的 选取了九十个 它绝对不会说 因为数量多了 它的就相关 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此外就是 我们在这里 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 因为这是我们审计啊 我们要考虑 这里的错报发生率 说它代表着 我们平均错报发生的 这个比率 那这是相关的 证明它有代表性 而错报的特定性质的 比如是异常情况 导致错报 它不具有代表性 它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偶发事件 不排除 我们抽的案板中 某个错报 有特定性质 或者是异常情况 那它不具备代表性 不能用它来推荐农体 而呢 属于共性的 这类的 它具有代表性 那所以叫错报的发生率 所以就是共性 和特性的问题 共性的就是发生率 那这是相关的 那样板能够 那反应这种共性发率 而样板的突变的 异常的情况的 那么这类的 它是不相关的 这是样板代表性的应用因素 希望大家理解掌握 哪些是相关的 哪些是不相关的 好了 我们理解了 审计抽样和其他选拟测试项目的区别 我们也知道 审计抽样 我们要选取有代表性的 样本 然后我们看 它的具体运用 在我们审计当中 去用它 是不是方便都能用呢 并不是的 首先咱们来说 把审计抽样 运用的一般原则 那么 刚才说了 不是所有程序中 都可以使用的 我们要做的审计程序 对需要用的审计抽样 会有重要影响的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咱们看 在具体程序下 我们审计抽样的 运用的基本要求 前面呢 给大家讲过 我们相关的审计程序 那在这儿要用啥 一个方便评估程序 那这里用没有抽样呢 通常来说 在我们做方便评估时 是无法运用审计抽样的 没办法用 但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在 风险评估当中 我们是了解 企业的内部控制 同时呢 也要计划实施控测试 我继续了解 同时做控测试 这个时候 在控制测试下 可能运用抽样 但在风险评估当中 依然没用到 只不过是在这个10点上 我们用了抽样 因为在这时点 用抽样是用于控制测试 依然不适于 风险评估程序 这一个 好了 第二个 我们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 是否都要用抽样呢 也不是 如果我们说 企业的内部的控制 那内控体系 它运行后 留下的运行轨迹 有记录的这个东西 那这时候 我们是可以运用 自己抽样的 那么基本都是 检查程序啊 这类情况 那有一些呢 是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 那比如说 涉及到什么呢 有一些企业的内控 它执行情况的时候 它严格要求 要仔细核对 但是 它不会留下运行轨迹 那这时候 我们没有用抽样 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考虑 用观察等程序 比如说啊 我们要求 就企业啊 内控要求 说你发货时候 要仓库的这一块 那么 货物出库了 那仓库的管理大门 这块必须要核对 核对什么呢 你这个领用的这个文件 对吧 和你所装货的这个情况 要仔细核对 都比对无误了 才可以放行 这个并没有留下运行轨迹 我们只能是当着观察 看它有没有仔细核对 那这时候没法用抽样 只能直接去看它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和我们前面讲 审计程序 那观察程序决定性 就有关联的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实性程序 实性程序分成两种 又叫谢色试 在这里面 我们是可以御用 是可以抽样的 我们一些检查呀 寒症啊 这类都是可以用抽样的 但是呢 还有一类实性程序 叫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类的是没办法用抽样的 所以咱们看到啊 我们运用范围其实是 蛮有限制规定的 有一些地方 我们没办法用抽样 这咱们是一般情况啊 然后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也不用抽样 比如谢色试 谢色一定要抽样吗 不一定 那举例了 比如说祝盖师 将某类交易账预约的 重要错报 说这个风险评 为一个可接受低水平 那这个时候 也可以不做谢色试 什么意思啊 对于这重大错报 我们只需要做 先的实质性分析程序 可能就够了 那你说这时候要不要做谢色试 不需要 那这个时候没有谢色试 我们做实际性分析程序 用不需要抽样 不用 所以在这里面 这是一种情况 我就实际性分析程序 足以应对 就这类交易的重要错误风险了 那不用抽样 那再有呢 说被人单位相关的这个控制 开始采用新技术处理 那各种交易相关信息的 而针对这个新技术的控制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测试新技术的一般控制 而这一般控制呢 一般是不用抽样的 一般控制这一块啊 我们往往是什么 哎往往是全部检查就够了 然后呢 我们从各类交易中 选取一笔或呢 少数很少的几笔交易做测试 就能获取有关 其处理控制的 必要性的 这个审计证据了 那这时候也没必要用抽样的 那这几笔交易很小 那很小的 那他达不到抽样的要求 但是呢 也足以证明 他的这种控制有效运行 就只要是你们管理的好 那你们的变动这块 得到了批准了 那这个程序运行 他就有效 那这时候用不出样 也不用 那这个内容啊 到后面 我们第五篇 第四篇其实也是一道 第五篇 第六篇都会是一道这段话 那咱们知道 对于这一类的 我们是不用抽样的 对于信息技术相关的控制一块 好了 这咱们来说一下抽样的含义 和它运用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考试情况 那么首先来看呀 这个题目往前追了追啊 追了快十年了 对吧 14年的综合题 来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做啊 这个题目 资料五 A转师在审计划 是在审计工作 提告中 记录了实施的实性程序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已经做了 因为说记录了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于是告诉你 这叫实性程序 然后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他说假公司备训单位 年末应付账款 余额为一千万 A转师选取了前十大供货商 做含证 都收到回含了 和安显示呢 说有一笔五万人差异 就和安不符 有一笔五万差异 官层说那调吧 我认可 然后因为回含总额 占到了应付账款 余额的百分七十 错报明显微小 而且改过来了就差五万呢 A转师就没有对剩余总体 做其他审计程序 好了 要求 针对资料五的一到三项 假定不可其他条件 逐项指出资料五所立的实性程序 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只要说理由 那我说了 就这套问法 那典型一个简答题的问法 问你是否恰当 不恰当说理由 恰当用不说了 不用说了 那其实不就是你简答题吗 我们简答题 一到题 五个项目 或六个项目 而这个资料五呢 才三个 所以我说 我们所谓的综合题 绝大部分 都不如一个简答题有难度 假题说 我这一个假题 还有五项六项的 你的一个才三个项 三个项目 有多大难度 没有 而且你也要求 不恰当说理由 恰当用不说了 恰当就不用说理由了 那咱们就挑错呗 咱们看看 他怎么做的 做实际性程序 我含正了 含多少呢 十大公众商 占了余额的百分之七十 没占百分之百 然后呢 胜率的 都管了 你注意啊 余额一千万 余额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我含的结果 这十大公众商 占了七百万 还有三百万 你还没看呢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这不就是选取特定项目吗 选取特定项目 你只能得出 这是他供应商的结果 剩下的三百万 有没有结果 不知道 所以你说他做的对不对啊 不对啊 咱们说选举特定项目 没法推完总体啊 所以我们回答 是否恰当 否 理由 理由很简单 那个选举特定项目 那个问题 对吧 选举特定项目测试 不能为胜率总体 提供审计证据 或者胜率总体 依然可能存在重要错报 所以这有多难呢 不过一就说 你就选特定项目 选特定项目 没法推断剩余那部分 就完了 所以这题没多大难度 我们学到这就会了 你不要想 哎呀老师 我这韩正还没学呢 你不用学到韩正 学到这 你就已经能做到这道题了 你看我这里 整个这答案中 有一个说到 说韩正这块 哪个做的不对吗 没有 我告诉你 你运用的是选特定项目 你没法推断 剩余那部分 因为剩余那部分 可能有做福 因为你是选特定项目 就完了 再看一个 这个可是真正正正 十多年前了 一二年的考题了 我们看一下 A拽石负责审计 蒋公司21年度 财务报表 蒋公司21年1231 应收账款余预格为3000万 拽石认为应收账款 有重要错报风险 决定选取 注意金额较大 风险较高的应收账款 明晰账户 做韩正程序 好了 就到这 说明什么 选特定项目 对吧 并没有做仇压 我决定选特定项目 选了多少 我选取的应收账款 明晰账户余额 合计为1800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然后相关事项如下 其中 他这么说的 我鉴于已经对 百分之六十的 应收账款余额 做了韩正 没发现错报 于是我推断 其余的百分之四十 应收账款余额 也没有错报 无需做进一步的实行程序 然后问你 针对一到六项 逐项指出 假公司 审计项目组 做是往下当 不恰当解说理由 你说这个难度 和我们的综合题难度相比 不想上下 都不难 其实如出一辙 对吧 都告诉你了 我选特定项目 但我推断 我没查那些项目 也没错报 推断不了 所以回答是往下当 否 不恰当 理由 理由好说吧 你选的是特定项目 不能以亚本结果 推出总体 或者说 剩余的项目中 仍然可能存在中美国风险 所以咱们说 中国题也不难 解答题也不难 你看 所谓的中国题 假题 不过就这样了 主观题能有多难 没有太难 学到这我们就已经可以了 学到这一刻 我们的知识就足够来回答这种问题了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篇当中 主要的考题型还是选择题 那咱们来看看选择题 这一个单选题 说夏略官审计抽样的样本代表性出法中 问错误的 A 样本代表性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选取样本这个 是随机的 无偏性性的选的 还是我们指定的 选特定的 对吧 这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代表性和选样是有关的 正确 并呢 样本代表性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 相关 和整个样本相关 而不和样本中单个项目相关 你这个整体能不能够 样本这款能不能代表我们的 总体 而不是某一个 那这很正常 对吧 某一个说哎呀 他不能代表我 的确他不能代表 那其他的呢 总体上能不能 这个样本的总体能不能代表 能 这个正确 C 样本代表性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和整体这个错报的发生情况 通信的情况相关 下单 第一 样本代表性和样本规模相关 这个不相关 不是我规模大了 数量多了就有代表性 关键什么 选取样本的模式 对吧 我随机选的 那只要达到应有的规模就行了 那我不是随机选的 无如无偏性选的 我规模再大 他也没有代表性 所以D不错了 所以这个题目 咱们得掌握 也会用啊 样本代表性的问题 然后下一个 单选题 第八年 说关于样本代表性数法当中 问错误的 A 样本代表性 是指根据样本测试结果 推断总 推断的错报 与总理的错报 是完全相同 这个不用 我们要的是什么 类似就行了 不用完全相同 类似就行了 所以这个错了 所以说样本的选取是无偏向性的 这个样本通常就具有代表性 这无偏的选取 那这个样本就具有代表性 当然给你达到应有的样本规模 正确 对于人用词啊 非常严谨啊 咱们考题用词都非常严谨的 通常 C 样本的代表性与样本规模无关 那这和我们上面那个题目是类似的 那个是强调什么 和规模有关 咱们说这无关了 无关就对了 第一 亚本代表性通常只与错报发生率 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就是与错报的通性 那相关 而与个性无关 正确 所以错的就是A选项 那这是代表性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掌握 样本代表性 因为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样本 咱们才能用臭样来推荐东西 然后下一个题目 那还18年一个多选题啊 这下列审计程序当中 通常不易使用 这一抽样的 那其实就审计抽样的这个 使用 A 负荐屏幕程序 这个咱们说通常是不用的 特殊情况下 它也只是在这个十点 我们用抽样来做控测试 而不是用在负荐屏幕当中 所以A正确 B 对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它的运行有要性 做测试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就没法用抽样 一般都用观察等程序 所以这个 属于我们正确答案 C 对于信息处理控制的运行有要性 做测试 对于这类的信息处理控制 我们主要考虑就是 一般控制是否有效 一般控制有效了 对信息处理控制 我们通常就是抽一笔 或少量 极少量的 那么两三笔就够了 所以这时候不适合用抽样 所以这个 也是什么 正确的 第一 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这个也没法用 所以答案ABCD 这个要注意掌握 注意掌握的 然后下一个 19年单选题 说下列与内部控制有关 水晶工作中 通常可以使用水晶抽样的 那其实这里有一部分知识 我们还没学到 但是我们试着做一下 A 评价内控设计的合理性 B 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那么这两个啊 我们是要在第四篇讲的 这两个内容是说什么呢 是说我们了解内控 设计怎么样 确定它是否得到执行 那这个是用在风险评估当中 这是不用抽样的 注意啊 其实咱们前面也提到过 说我们抽那么几笔交易 看它在整块性中的运行情况 来看我们整个它的控制的设计 是否得到执行 但这个并不是平下这类交易的特征 那这个就不是抽样 其实说的就这个情况 所以AB都不是抽样 都不用抽样 那么这个内容现在答不上来没关系 我们学到第四篇 你就知道AB是什么了 但C要注意 测试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的运行性 这一类的刚刚讲过 我们是不用抽样的 也是找那么几笔交易就行了 因为一般控有效 随便找一笔或几笔交易 看是否得到执行就行了 所以C也不用 那执行D了 说我们测试留下运行轨迹的 人工控制的运行有运行轨迹的 这种人工控制 他特别强调 不是那C处理控制 对于这类的运行性 我们是可以用抽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 咱们有些内容是需要 比如说AB是需要学完第四篇 才彻底知道什么意思的 但现在咱们也能答 有的人说老师那我现在记不住 没关系标记一下 你说标一下什么 学到第四篇回头看 学完第四篇一看就明白 这是咱们来说 我们这个审计抽样的运用的问题 对于审计抽样啊 它的概念 它的适用都很重要 我们得理解它 但是咱们也看到了 有些内容 它是结合我们后面内容来考的 比如说咱们说 选一特定项目 他又把我们韩正程序 选那特定项目结合起来 然后呢 来考你 这是不抽样 但是呢 有的同学学到后面 就忘了这抽样的问题了 他就说 哎 这韩正我这么选大额的 已经测试完了 是不是也可以呀 这是不对的 因为那咱们说 选特定项目已经告诉你了 这不是抽样 那同样的 说把我们聊一内库 那个内容拿出来 给你拆开来说 能不能用抽样啊 也是不能用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先去理解他 然后还要注意 他的应用 和后面东西结合啊 那这一块 我希望大家好好消化理解一下 因为抽样这个东西 毕竟我们宫中不常见 所以这段尽可能的理解 尽可能要要理解他 不要去应备他 这个理解了 后面就好做多了 好吧 我们稍事秀一下 然后再继续来看 我们抽样的分类 抽样的风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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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